股平 户止跌0.81% 资金涌入低估板块币线 周三 A股低开低走 上证指数回撤3600点 创业板跌于2% 截止五坚收盘 户止跌0.81% 深城止跌1.57% 创业板止跌2.77% 北向资金方面 户股通早盘净流入22.07亿 深股通早盘净流出10.82亿 周三 A股低开低走 上证指数回撤3600点 创业板跌于2% 盘面上 游戏 保险 银行 港口航运 珠宝首饰 房地产 食品饮料 量酒等小幅上涨 中药 风电设备 电力行业 化学制药 电机 半导体 汽车零部件 医疗服务 光伏设备 电池 能源金属等行业 跌幅居前 其彩股方面 商汤概念 云游戏 绿制菜概念 NFT概念 虚拟数字人 猪肉概念 数字货币 电子竞技等领长 派气概念 独家药品 中药概念 超级真军 3D摄像头 注射器概念 毛发医疗等领跌 云游戏走强 星辉娱乐20%涨停 中青宝 天州文化 美胜文化 思路视觉涨于4% 藤口航运走强 上港集团 宁国港涨停 中股物流 招商港口 盛行股份 南京港 广州港 天津港 青岛港 连云港涨服居前 北京冬奥概念走强 金益文化 菜白股份 冰山冷热涨停 豪尔赛 全聚得盘中涨停 俗日股份 视觉中国 元龙雅图 首开股份 周明科技涨幅居前 家电板块反弹 海信家电涨停 创为数字 莱克电器 格力电器 美帝集团 小熊电器 新宝股份 海尔之家等涨于4% 中国移动即将正式登陆户市 拟购10%港股股份 中国移动1月5日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三大运营商全部落地A股 与此同时 1月4日晚 中国移动公告拟回购 不超过20.48亿股港股股份 予以注销 调研发现 新能源车正在卖过市场化的拐点 逐渐摆脱财政不贴一代 绝大多数车企并没有急于提价 而是将维持市占率 放在了优先考虑位置 大量优质车型的密集上市 有望驱动2022年新能源汽车市场 继续保持快速增长 到即时一个月 1月4日 距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一个月 冬奥概念股提前沸腾 截至4日收盘 中正金牛座APP的冬奥会指数 上涨2.98% 当红科技 加训飞红涨超10% 来因体育 冰山冷若 畅微数字 网达软件等收获一字涨平 中期策略 巨峰投顾认为宏观层面流动性逐步改善 TMI指数连续两个月拐头向上 预示A股中期行情有望向好 春季公式将如期而至 短线情绪 盘检判断 最近两个月以来 轻能源 汽车零部件 可高压 储能 风电 光伏 元宇宙 锂电池 房地产等热门板块 此起比伏 持续性不强 把握难度比较大 2022年A股开门红过空后 三高个股的调整可能短线出现加剧 低估低位低价等3D品种 则有望出现补涨 实际上 今天热门板块大幅回调 中要连续11天板块大涨22%后 今天大幅下跌4% 此外 风电 光伏 汽车零部件 半导体 医疗服务等板块纷纷大幅回调 市场资金涌入保险 港口航运 家电 银行等低估板块比线 据物霸中国移动今日上市 半天成交量超过百亿 对市场资金有一定的分流 也是导致早盘上证指数 击穿3600点的一个重要因素 随后 金融 地产 酿酒等拉伸护盘 上证指数3600点失而复得 近期市场板块轮动非常快 出现大涨之后要及时撤离 切换到下一个潜在机会点之上 元代以后 A股将进入年报窗口期 立即将出现新的领涨主线 在市场明朗之前 控制仓位 逢低中线关注成长空间较大的智能驾驶 芯片等科技股